CC现在也应该很多人在评论CC 对 第一集刚播的时候就被骂成狗了 就是评论了 然后我就看了 但是其实当时我觉得还没什么 我还开玩笑和跟大家说 你看我被黑成这样了 就我是一个比较乐观的心态 我不会说我被骂了 我就要怎么怎么样 我要改变我自己 我要就是以后就不说话了 我不会这样 我觉得你被骂就骂无所谓 别人不要在意别人对你的看法 你想这么多你自己累 你自己太累了 所以你要听刚才珊珊老师说的那些东西 当有人告诉你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 不行 要过过脑子 学会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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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会就憋很小 我怕你有压力 我真的挺怕你有压力的 但是就是当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什么样的心态 这个很重要 这个就由你们删解 来 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我觉得你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事情 你要首先有判断力 判断什么呢 首先你要判断你做这件事情是对还是错 你当你遇到这些事情 你感觉好像大家都来骂我 那我是不是我要去回骂过去 那你第一要想 为什么我表演第一节课我就说我认识你自己 你首先要想那我做这件事情是对还是错 我觉得如果能在事情发生之后 可以判断到对与错 那我们就可以避免下一次同样的事情发生 这就是一个成长 我也不会在顶状头是这样子的 不是 这是一个小事情 对 这是一个小事情 他说的是一个方法 很多事情 我是这样做事的 遇到一些事情 我肯定先就想自己 第一 怪自己 我当时为什么要避免 当你遇到事情 你先去怪别人的时候 你很容易 很容易去 失去自我 所以当你遇到事情 你还是要保持自我 你一个过来的人 接着这些目前的状况 这是一个比较关键 其实每个人在年少无知的时候 都会做点傻事 所以说一定要学会思考 你不能遇到这些事情 我遇到了 就失去自我了 我就好像我什么都不行了 我就把自己变得 或者变得很封闭 或者是转行 还有一个就是 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经 看热闹的人特别多 尤其是当你好的时候 大家都巴不得 哎呦 赶快出点事吧 出点八卦吧 出点新门吧 对 大家会觉得太平静了 需要有事情来茶余饭后 那么不巧你现在就成了 茶余饭后的对象 因为现在对于所有的 上网的这些网友朋友们 信息量太大了 他每天接触的这东西 他很快就过去了 你这件事对于他那个兴奋点 很快就过去了 所以没什么大不了 我觉得不光是轩轩这种 被人骂你不开心 很快会过去 同样 现在好像学生们 被人夸的 被人夸的 上了热搜的 嘚嘚嘚色的 也很快都会过去 这根本就不算什么 你没有东西 没有作品的话 你最多也就红一个月 被大家讨论一个月 因为大家只会记得一时的你 就不用说这一个节目了 演员一年 现在没有一部作品出来 你第二年看看那个状态是什么 很快会被遗忘 就现在这个市场就是这么长 竞争很激烈 我那时候 遇到那些事情 大家都是爱滚滚出娱乐圈 什么的 我当时就在想 也许大家都会觉得 这是我的一个耻辱 我心里就在想 如果我被他打倒了 我没有战胜他 那他就是我的尺度 但是如果有一天 我战胜他了 我通过这些事情成长了 那他就是我的财富 所以每一件事情 都有双面性吧 不一定 就一定是不好的 就看你自己怎么看待 和怎么做了